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从习近平对台湾同胞40周年喊话开始 说到这40 除了是这个刚刚他谈话之外 也是中美断交40周年 那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 美国前总统卡特 因为是在他的人里断交的 不过他最近提出了一个担忧 认为说现在美中贸易 然后美中的状况 已经进入了现代的冷战的风险 敏感的时刻 任何一方如果出现了误解误判 台湾海峡南海 可能会升高成为军事冲突 造成全球性的灾难 其实我想请教一下创夏哥 因为你说到两岸之间会有战争 很多人是不相信 两岸之间会发生战争的 那你觉得蔡英文跟习近平 这一段时间的对话 温度升高之后 这个可能性是有增加的吗 其实卡特我们当时知道说 其实今年你知道 今年这一年是很特别 其实他是AIT成立40周年 所以川普在最后的时候签了以后 还鼓励说你们台湾 美国的官员多多来台湾 那为什么 因为AIT40周年 所以他使得突然之间来一个 怎么样让中国绝对不高兴的高官 拉高这个冲突 川普是随便会出牌的 那为什么要讲到川普呢 因为今年不是蔡英文要连任而已 是川普要连任 川普要让美国再度伟大 他一定要有个敌人 而这个敌人就是习近平 就是中国 所以川普会怎么样把他拉高 这是不可预测的 这也是卡特 这些历任的美国总统都没办法去猜 你川普会搞什么 所以这个警商事情是有的 而且你要记得说去年的时候 台风的时候已经测试了一下 日本的两艘小军舰 说要躲台风 躲台风就跑到我们高雄港来了 所以他新天也许是医疗船 来登陆了进入高雄港 也许哪一天来一个躲台风 就进入高雄港 所以这个准金式冲突 会变成是美国想要去击入中国 川普可能在里面得到利益 然后这个时候对蔡英文来讲 当然他对内里面 末路狂花了这样一个戏码 都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 战争的螺旋 一直锁 但是会不会到了一个准开战 也许很难 你觉得19比18风险更高吗 非常高 而且你要说在南美 在这个南海的时候 已经有了中国的军舰 跟美国军舰 在这份对峙只剩下71公里 11公尺 差点撞上去的 那如果哪一天美国的军舰 跟中国的驱逐舰 是在台湾海峡 是在巴士海峡 这附近台海的这个界周围 有这个对峙 那个情势都已经拉高了 也许子弹是打不出去的 可是这个整个情势 不断地会拉高 而这种拉高的话 在美国来讲的话 台湾就是它最好的一个 它可以运用的一个舞台 而这个舞台呢 当然它只是筹码 最后换到的还是 它的贸易大战里面 川普还不知道要怎么样 因为其实在大陆里面呢 他们现在也是很闷 因为大陆已经讲了说 我们曾经跟日本打了14年抗战 他们现在预计呢 要跟川普打6年抗战 因为川普如果连任的话 这6年的苦日子 在中国那边也是拉高的 但是大陆也有民族主义 川普有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白人的滞胀的主义 然后台湾在这个过程中呢 准冷战的结构 卡特讲的绝对不是胡说八道 其实这个美中的高层的军事交流 跟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没有停过了 所以说真的出现这个很大的一个误解 大家觉得可能性没那么高 但是卡特是认为说 你看任何一个误解或误判 都可能会把风险的因素提高很多 老师你认为什么样的状况 会出现误解或误判 其实美中台三方对于对方的评估了解 都是每一个小时 至少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 说要误判除非偏听 不然的话 偏听 对啊 领导人很容易偏听 可是你确定川普不偏听吗 川普是没听啊 不是偏听啊 我觉得这个就三个目前的领导人来讲 最容易误判的是川普 可是他身边毕竟有一些大人 就是白宫不是叫做日间托儿所 hold住他的人都被fire掉了 现在最惨的就是 凡是可以看管他的人都被fire 都fire了 所以那个幼稚园的小孩自己在管理 出现问题最大 现在就是 我觉得美国刚好在一个 几个东西 第一个众议院换手 民主党 另外一个国防部长换人 就我们刚刚讲的成人这个中心 马蒂斯 马蒂斯走了 那么他的副手上任的第一天 对全国防部的人讲话的时候 就说我上任的重点 三个字叫China China China 所以 所以美国军方会更仔细的去看 整个西太平洋的情势 这个也是确定的 那再来就是 第三个风险就是 刚刚那个董事长讲的 那个台独入联 公投 政府持什么态度 蔡总统是鼓励呢还是切割 因为这个不是他个人光计算选票而已 他要算美国怎么看这个问题 美国自己有可能误判但是他 他会更反对台湾误判行事 他会至少他会想要去替台湾判断行事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有哪些人可能会选 真正的关键是在 不是去美国接受面试 美国为什么要去了解 其实从美国人角度很简单嘛 如果我还care台湾 你们会往哪里走会牵涉到我的利益 我就要去了解你们到底谁会当家 我打个操 我们黄老师我们好朋友 我请教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现在目前的两岸关系 蔡英文的策略就是刻意制造两岸关系的紧张 来攻击或是说挑衅这个中共 比如说我讲的美这个朱温这个事件 朱温事件是9月份就已经在联合国就已经 去年2018年9月 去年的2018年9月15号在曼谷 在泰国曼谷就开会了 那个是在选举 他没有动嘛 选举完了他马上挑出来打 其实所有的情报所有的公告都有资料 他刻意拿这个议题来 来直接不是暗示 明明指控中共引力疫情 这不是事实 蔡英文故意用这个东西 他指控中共引力疫情 然后刺激中共 所以他这个是在刻意在打反中牌 而且有挑衅的动作出来 然后抹黑中共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敌意螺旋是在一直不断的在上升 那这种上升的时候 不会是因为蔡英文的事情而打仗 那意外会不会发现 卢沟桥事变只有两个日本兵跑掉 所以这是意外 这个意外你不知道什么事情 他现在昨天在开始搞一堆 说是有美 说是有大陆的猪 有刻意丢到海上丢到金门 所以现在有生化战来了 我讲的意思是说 我结论就是敌意螺旋上升 他是刻意攻击中国 刻意来制造两岸关系紧张 为了要制保他自己总统的选举 在这几个情况之下 然后一个小意外在哪里冒出来 当然不是你所看得到的意外 会突然冒出来怎么办 当然啦 如果是我们都无法预期的意外 老实讲我们今天也说不准 但是 但是 敌意螺旋有没有升高 有 有 美国喜不喜欢看敌意螺旋升高 喜欢 川普喜欢 川普喜欢 喜欢到什么程度 他决定 美国有他自己的一把尺 他自己决定 你过头了 重点是以前美国的尺 可以有一个大概知道的 现在川普的尺是不知道的 浮动汇率 浮动汇率 现在跟阿扁时期不一样的 是因为阿扁过头的时候 美国就出手了 对不对 那时候杨书帝在当AIT的处长 现在 美国是怎么样 变成 北京也算不准 台北也算不准 白宫也算不准 川普的阁源也算不准 那这个就是我最担心的意外 是意外 美国自己本身是一个最大的病 所以美中台三个领导人来讲的话 蔡英文 习近平跟川普 刚刚老师讲到 做出误判可能性最高的是川普本身 那事件上来讲的话 老师刚刚提到一个就是 这个台独的公投 可能是一个引爆的一个点 会做到什么样程度 刚刚董事长提到的是 有没有其他的一个事件 会出现 我意思是说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台独这个点 高速公路开车不容易出车祸 看不到点在哪里 你的问题是看不到的点 我跟你讲 历史上发生的 这一次大战是什么事件发生 就是奥地利的一个 费对兰工 一个不重要的一个咖 跑去被刺杀了 然后打着一次大战 死了好几百万千万人 就前一阵子 哈佛大学的那个 艾利森教授 艾利森 艾利森 他强调 他说在两强 这个竞争 就是升起的强权 跟技存强权竞争中间 最怕是第三者 就说两个人都不想打 但是因为第三方 他里面讲的很有趣 你刚刚就是 創下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要让美国伟大 再次伟大 to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他讲到另外一个人 更早批 这句话五年前就讲了 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个也是让中华民族 make China great again 对不对 这两个硬干了嘛 这怎么会台湾不出事情 而且蔡英文还故意闹事 我跟你讲说 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能够谈到 可预期的冲突点的事件 那都是可预期的 那就不是无法预料到的嘛 可是事情真的会引爆 冲突点的都是 无法预料到的 像士兵失踪 我现在讲的问题 就是说是有一个 刻意制造冲突的 刻意制造紧张关系的蔡英文 这是很可怕的 今天 今天黄老师紧张知道 没有人怕他 我现在总统 因为我要制保 我就刻意制造问题 这才是麻烦的事 结果他不会出事 我告诉你谁会出事 郭备宏会在旁边搞 这个人会 旁边奇奇怪怪的人 会在旁边戳 会发生一些奇怪事情 可能 就中国旅客在台湾发生意外 就会变成一个事件发生 这个有没有可能发生 都有可能嘛 所以意外是一个 在北京当局最担心的事情 但是北京当局的主要的一些机构负责人 他们不相信意外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川普在去年 2018年的12月31号 签了一个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 当中刚川大哥提到的部分 有关于台湾的部分 他是再次基于台湾关系法 跟六项保证提出来要支持定期的 卖武器给台湾 鼓励高层官员访问台湾 加强台湾美国的政经跟安全上面的关系合作 其实这一份倡议法案签下去之后 台湾能够安心吗 川大哥你怎么看 而且 如果不能够安心的话 就是刚才董事长所提到的 蔡英文如果是要刻意在冲突螺旋有上升的时候 引爆一些事件 那无法掌握 但是对于他个人 拉抬不管是民调或总统连任制度 是有加分的 那就是完全无法做掌控的 其实台湾当然不会安心 美国也不会安心 全世界都不安心 但是有一个人呢 他会觉得说 这个时候呢 他是有机会的 我们都记得这张图嘛 对不对 真的是他当时还没有正式成为总统 2015年 奉选人的时候 到美国去面试的时候 那时候只能遥遥相望 遥遥相望白宫 然后他是踩不进去的 那现在当他只有了官职之后 坦白讲他连华盛顿都进不去 所以当然会放话 放话是说2019想要进去华盛顿 但坦白讲 美国也不会立刻给你这么快 但是他一定会尝试的 再去中南美洲过境的时候 可能规格会比前两年都高一点 这个都是一个突破 而中国就一定会很生气 而这里面其实最麻烦的是川普 还是讲川普 其实定期定支持的出售武器 像最近 那它从去年开始已经有了 这个武器呢 大概对中国来讲 当然会哇哇叫 但是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而是最重要的就是高层官员来访美 访台湾 鼓励高层官员访台湾 如果说他这个是一个亚太助亲 正式的官职 来到庆祝AIT 40周年在台湾 那个东西对中国大陆来讲 那整个亚洲行事来讲 那变数是很大的 可是川普呢 在这个时候你是搞不清楚的 因为3月1号之后 重启了中美贸易谈判 他会怎么弄 还不知道 所以其实 可是这个时候呢 你知道为什么要动猪瘟吗 因为蔡英文当时在2015 能够崛起的时候 食安问题是台湾最敏感的 老百姓的神经线 所以当时他是因为食安 因为那个黑心油 所以整个国民党都瞬间的崩溃 然后现在呢 你国民党拿了15个县市 可是食安的这种茶器 执行 也都是你将来泛兰的县市长 所以蔡英文会抓到一个 朱瘟这件事情 而老百姓最在乎的就是 因为跟我每天吃到的 不确定风险越来越高 所以你会看到 刚刚蔡英文已经走到这边的时候 今天你面对的是一个末路狂话 全世界最不稳定的一个变数 川普 所以我是讲说 其实今天 亚洲再保证 那是保证 大家都要挫这一蛋 来 川哥你那照片给我一下 这是2015年 当时是 蔡英文要准备 2016要竞选大位的时候 去了美国一趟 那 有人说这个 台灣选总统 要去美国做面试了 这部分我要请教一下 黄教授 你也担任过 驻美代表处的资议 因为 为什么会问这里 是因为 蔡英文频频出招 刚刚董事长讲到说 如果有人要刻意引爆一些冲突点的话 他去美国访问 绝对是个冲突 对不对 所以现在传出 他有可能也希望要去访问华府 当然是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出现 那总统他的回应就是说 有计划在说了 这个东西不是空穴来风 所有的记者会写相关的报道 都是 但是说史莱华是很多有放讯息给记者媒体来写东西 那媒体知道在讯息之后 就去问总统府的回应 那他的回应就是说 有正式的计划再说 但谁抛出这个讯息的 显然也是有人抛出来 所以你来看这个事情 他 蔡英文就是在不断的在冲 做一些冲突点的 抛出的可能性吗 然后他真的访问华府的几率有多高 我们从最后一点来讲 中华民国的总统 正式访问华府 那个恐怕两岸就去了 就拜拜了 就打仗了 就打仗了 因为我自己在驻美代表处工作的时候 亲自经历 1995年李登辉总统 到他的母校去访问 那么后面换来的是 飞弹危机 96年危机 96年危机 两岸会谈中断 那么所以这个是 我们再反过来看 到台湾最高阶的是什么 非跟政治意涵比较低的 助理部长级或助亲 只有国务院才有助亲 还没有喔 还没有 只有助理部长 但是环保的啦 卫生这一类教育的 所以如果说 从 连助理国务卿层级都没有来过台湾 中华民国总统突然去美国华盛顿访问 这一块跳过去 所以我刚才会说两岸关系就没了 就再见了 那抛出这样的讯息的用意是什么呢 因为好多人都说要去啊 对不对 那个什么葛来仪啦 柯P 今天不要讲说你在台湾 因为我不谈国内政治的 因为我平常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想 所以我怕我讲错 所以我不谈 但是我们 就以总统选举来讲 你不管操作国内议题 或操作两岸议题 美国人的态度不能不管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在大陆讲 大陆的朋友问我说 你们台湾怎么那么靠近美国 你们怕美国吗 我说不是 我说在台湾 我说我没有科学证据 也没有做学术调研 照理由大陆的说法是不可以有发言权的 我说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现象是我的观察 就是你们讨厌的人 在台湾未必会落选 但是美国不喜欢的人 要选上 但他要选不上 所以是真的 OK 如果这个是现象 我讲的没有科学验证 但是他是真的话 是台湾人民觉得 嘿对喔 好像是这样 那所有要选大位的人 怎么会不顾美国 如果只有我去那没事 如果大家都没去也没事 但是喔 我也要访一访美国人有没有玩我 因为今天如果我在敌意螺旋升高 也许白宫有一批人觉得说爽 也许川普说 那好 可是 美国还有一大堆人说 哇你一直去戳 你制造台海危机 影响我美国重大利益 所以 敌意螺旋升高是有限度的 但这就是看你自己的体会 另外还有你跟美国是多紧密的 互量的沟通 所以对美沟通很重要 现在我们不是传言要 要换驻美代表吗 那 所以最厉 换人能力更差 那个是大笨蛋 胡召谢 这个我不好讲啦 因为我们学界很熟 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国民党没有驻美代表 国民党更差 OK 我提了三位专家的分析啊 精彩 回来继续聊 马上回来